最近有观众想让我聊一聊 如果有妹妹就好了 这个作品后来咋样了 它完结了吗 其实这个作品2020年就已经完结了 全书一共14卷 动画版现在改名叫做 如果能写小说就好了 动画里面的剧情只对应到了小说的前4卷 和第5卷前的一丢丢的内容 而后面的剧情呢 大致的讲述了不破春斗爱白川金 但表白却被拒绝了 而白川金喜欢语导音乐 但表白也被拒绝了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真女主 螃蟹公和尔纳尤多 倒贴给的福利实在是太多了 男主根本就把持不住 第6卷的时候两个人就在一起了 第7卷的时候两个人就滚床单了 那个剧情描述的叫一梦啊 从此螃蟹公又多了一个外号 炸之鸡 不过你以为这个故事会平稳的发展下去吗 这个故事后面简直稍操作不断 首先是男主这个重组家庭中 一月的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千寻 其实是女儿生的真相被曝光了 而一月一直能写出好的轻小说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认为他自己没有真妹妹 结果真有了好妹妹的时候 瞬间觉得自己的妄想令人作偶 写不下去了 好在有好友不破春斗的各种鼓励 一月终于从为爱而写变成了为了工作而写 把小说的新章写了出来 结果螃蟹公读了以后 瞬间感动的说道 这都写的什么狗屎 螃蟹公认为写小说不用真情实感 写出来的都是虚情假意的狗屎 他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螃蟹公当年在中学的时候 总是遭到校园暴力 后来成了一个游戏废宅 不想面对世界 直到某天他读了一月写的小说 读出了一月的真情实感 才努力成为了小说家 所以他的小说能那么好看的原因 都是拜他对一月的爱 但男主一月认为 写小说这是工作 平凡人哪有那么多人生情感可以来写 一月觉得螃蟹公是作为天才作家的身份 讲出了何不食肉米类似的话 于是两人大吵了一架 不过最终事情还是得到了解决 因为两人当场分手了 就这第十一卷的内容 真的是能把人看得心机梗死 尤其第十二卷没发售前 涂透封面是这样的 心脏不好的读者估计当场就被送走了 好家伙直接出家吗 好在作者平板读 还没有那么读 第十二卷其实说了 一月平日里寇死起了和尚 不是真的出家 这个造型是为了六根清静去写小说 倒是螃蟹公后来跟女二号白川金 两人从情敌发展成了好机友 字面意思的那种好机友 而故事的最后 一月的后妈生下了新的妹妹 新生命诞生 触动了一月 让她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与可贵 一下子纹丝全勇 连夜不吃不喝 把自己对螃蟹公的那份爱 幻化成了新小说的内容 然后冲到了螃蟹公和白川金的公寓 给螃蟹公看 螃蟹公看完了这个新小说 感动的都哭成了一个泪人 最终男女组互相理解了对方 又复合了 其实主线故事来说 到了第十二卷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最后的十三卷和十四卷 大致上就是把其他配角的境况与发展 以及男女组后续的故事说了一下 配角方面 白川金后来成了编辑 还是专门负责一月的编辑 而她和不破村斗的感情磕磕绊绊 一月的妹妹千寻也喜欢不破村斗 这段三角恋维持了好长一段时间 不过后来千寻主动放弃了 但直到最后男女组结婚 有了儿子都三岁多了 白川金和不破村斗也没有结婚 主要是村斗的妹妹 一听到自己的哥哥竟然谈恋爱了 疯了似的说什么 也要阻止自己的偶尼奖被别人抢走 而千寻的感情方面 之前那个街流子插画师 屁陶 后来改变了形象 一月呢表示很满意 本来还想撮合她和千寻俩成一队的 结果屁陶语出惊人 当着人家哥哥的脸 说喜欢千寻的屁股 如果可以连屁股以外的地方 也可以一块喜欢什么的 这不是来追妹 这是来寻死的吧 好了以上就是如果有妹妹救好了 这部小说的大致结局 对了 可尔纳尤多的真名叫做本田和子 嫁给一月后生的儿子 遗传了老妈的白发 也遗传了他老爸的桃花玉 个人呢还是很喜欢平板独老师这部作品的 跟之前我吐槽的我的朋友很少结局所不同 这部作品探讨了很多东西呢都非常真实 很贴合生活 尤其一月与螃蟹公对写小说的理念不合大吵一架的时候 向起了我们视频圈对做视频的动机的探讨 到底是为爱而做呢 还是为生活而做呢 谁更重要呢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里留下你的看法